我们将要讲到台湾问题 讲到台湾问题通常是比较少讲的 因为很多很多原因 好吧 但是这是因为美国新的总统拜登上来 其实台湾的问题 就已经是不得不扶上台面了 这是必然的 也就是说台湾这块土地 他对于国际上的利用价值 已经快要接近到极限了 怎么说 因为台湾本身的成长 除了台湾人本身的刻苦克劳 勤劳以及努力之外 还有第一代的领导政府 也就是向后前进的国民政府 他用什么 用优势的政治力量 来进行大规模的基础建设 也就是当年的十大建设大基建 包含的水库 高速公路 电厂 电网 自来水 下水道等等 你看得到的跟看不到的他都搞 包括连现在的台北捷运 都是在那个时候所播化完成的 不是不是我们陈水扁总统 那个时候才完成的 这在之前很早以前 就已经写好这相关的计划了 那么这个很大一块 他其实都在蒋经国总统 以及孙韵玄院长的拼命努力之下 所建设出来的 但是到了现在台湾受到了政治外交上的困境 以及内部的民粹发酵 导致国力现在只能向内 向内嚣张不能对外发展 这是没有办法 原本校傲世界的制造业 台湾是四小龙之首 也大多的出走 过去我们看到台湾在三四十年前的这些创业的前辈 多厉害呢 书没念几本书 有些小学没毕业 有些了不起 国中就出去当黑手 但是他们拿了一卡皮箱 就走遍了天涯海角 这个一点都不夸张 中国你现在一半的经济 是台湾人给你留下来的 你不要不承认 港台人给中国带来多少的建设基础 他我们的施工智慧 这个是不可抹灭的 他对台湾本身是创造出了经济奇迹 台湾制造当年可是世界有名 当然随着文化的保留 台湾盗版也在当时也是世界有名的 当然也是这样子了 一个简单的传呼机怎么说呢 他从日本设计好 可能是摩托罗拉或是日本的品牌 你只要传到台湾来 他不但有传呼机的功能 扣机不知道各位记不记得 这个传呼机的功能 原来有之外 他还给你把你来电的人分组 对不对 你要扣几要回去 这个人就是你的谁谁谁 好友群组 每个群组分不同的 还有不同的音乐出来 你知道吗 一个号码 还加上后面不同的尾码 你还可以变成是说 一个机子 很多人去用的网吧机 你看厉不厉害 所以说这个非常厉害的状况之下 包含了什么台北市光华桥下 什么光华桥下有个叫光华商场的 光华桥已经拆掉了 但是光华商场移到旁边去了 有的什么东西 光华商场有的你全世界 你能够想得到的软体跟游戏 他都可以帮你塞到一张大补贴里面 想要什么软体就有什么软体 一张不多1000元 就给你包山包海什么都有了 而问题是在于台湾并没有延续这方面的优势 台湾目前的优势还是仅在于高科技产业 很蛮局限在的 也就是半导体或是其他的高科技产业 如果没有延续优势 这个也不太合理 因为毕竟他都是工厂 那么台湾人开工厂其实是天下有名的 为什么呢 其实老师对台湾的发展做过一些小研究 不能说很全面 但是台湾的教育 他从早期时代是比较延伸于什么 延伸于中国的科举教育 然后再柔和了什么 柔和了一些欧美的学科教育 导致什么 导致在九年国民义务教育之后 把你一视同仁的什么床才也不给你分 你试了什么也不管你 就给你一股脑给你塞的国威 英文数学历史地理 然后什么物理跟化学 全给你塞进去了 对不对 那么你要到高中之后 你就是得开始一步一步考上去了 从考高中考大学考研究所 胜利的人继续念 拜的人就去上班 整体教育上并没有所谓的英才师教 大锅饭 天涯教育 你就是给你塞进去就对了 大多都是按照这个流程 然后生产出来的就是懂得念书的人 那么另外一方面是在男性成年之后 无论你是国中毕业初中毕业 或是高中毕业 甚至大学研究所毕业 无论你怎么样 你都得进到军队里面去接受改造 我们称为磨炼 军队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层面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大型的企业 你知道吗 他的阶级跟公司航号一样伸延 都在你不能越籍城报 而且他下达的命令就是一个绝对的命令 而内部的运作 包含了军官士官的本身职责跟职业内容之外 就算你是义务一的士兵 你都必须要配合去办理当一些参谋的干部 比如说安排什么 这个参谋的职业从参一 参一就称为人士主管 我们管人士的 参二是做什么 做情报 参三做军做作战 参四就是一个很糟糕的什么补给 补给是一个要管心想 然后要管那些物料的 真的是要命的 那么这些运作都是非常细致的作业活动 老师以前就是做的是参一 我以前在军队中我做的是参一 主管人士跟放假 对不对 要放假表现一下你的诚意 这是学长教我的 但是到老师之后老师不大会用这一招 所以说放假该谁放就谁放了 老师也不想管这么多 所以这些细致活动磨练之下 经过军旅生涯磨练出来的 对于组织活动 一个班一个连一个旅的组织活动 你就比较明白了 大家大锅饭 你就得配合大家一起干 所以说对职务的旅行 你是什么人你就做什么事情 其他的你不要管太多 多管多错 对不对 多做多错 少做少错 不做不错 不打青不打懒 钻打不长眼 是不是 所以说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了 他做的事情 当然在你业务范围之内 你会做的比较认真 这个有没有好处 这个有很多好处 比如说台湾首富郭台铭 他就是以管理军队 他的连长的心态 来管理他的企业 怎么样 还有他的员工 所以说在郭台铭的工厂之下 在台湾的员工 基本上都是还OK 很累被压榨了很久 但是我还能够接受 但是到了中国 多少的年轻小朋友进到郭台铭的工厂 想不开 看到爬得高高的 看到地上滴滴的 他就觉得我要去清一下地板 就这个悲剧就产生了 为什么 因为大家历练的心态是不一样的 心态是不一样的 中国如果早几十年他们就发展起来 当然也不会有这个状态 对不对 但是你当了小皇帝出来之后 就不一定是这个样了 因为少子化出来的 当然就比较娇生惯养之下 但是像这种环境之下 高度的抑制磨练 却扼杀了台湾的创新的动能 对于研发以及创新 受到了非常大的限制 应该这么说好了 台湾的高科技产业 虽然都是台湾人做的比较多 但是有很大的一部分 都是流洋过的人才 回流在台湾来办理这些企业的 是欧美交出来的技术比较先进吗 有部分是 是这一定的 但是海外要学到了 其实不仅仅只是你那些 比较好的一些学习思想或是实验成果 而是很多状况之下 他是学习你的思考能力 比如说你有没有胆子去创业 你有没有胆子跳脱大锅饭的安定 对不对 像我们的父母他在叫我们什么 你要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比如像老师的父亲 怕我老师不成才 就一天到晚说 毕业之后你什么都不要想去做工 老师说我想做生意 不要去做工 我想做什么事情 不要去做工 对不对 这是他的概念 他是看不起我吗 也不是也不是看不起老师 他是觉得去做工 会比你自己去冒险来的好 这个是他们的想法 为什么 一代一代接下来就是这样的想法 所以说在海外学到思考能力 他就知道我要怎么做研究 我要怎么找到商机 我的思想是很重要的 比如说然后在美国很多的大学 他都主张的是你什么 你的思考能力 比如说纽约大学 或是其他一些比较特别的大学 他们注重的都是你的思考能力 而不是在于是说你的考试多高分 考试高不高分 取决于在很多层面 而不仅仅是你题目背的熟不熟 这个就是差一点在哪里 但是中国的考试就是标准答案 如果你有标准答案 请问一下你要怎么创新 你要怎么想出这些诡辩之数 对不对 我怎么找出这个东西的漏洞 不行 就赚不到了 因为标准答案很重要 在中国为什么老师一直要说 很多人邀请老师去中国去 提供给老师房子住 很多贵客很热情 提供给老师房子住 可以给老师一个写字楼 你只要老师在那边办理业务就可以了 但是老师为什么不去 不是他们给老师条件不好 而是当地的教育不行 为什么 因为我不喜欢我的小孩被逼到 你每一天你就要去背标准答案 然后回来老师要帮他们改作业 对不对 现在好像中国没有了 改作业这个方法好像改善了 但是这就不行 因为思考的限制是最可怕的事情 好吗 所以老师就会过去一直说 中国如果你要真正的发展 首先政府能够抑制996的工时 然后尽可能的创造出多元的培训空间 以技术的资格来取代高考的学历 否则中国的发展会慢慢的跟台湾一样 高高飞起 然后重重的落下 就像现在中国大学生出来 你靠学历能够找到的工作 不就三五千吗 你能做到更好的工作吗 跟30年前不一样 你大学毕业一定是礼遇有加 你还没有毕业先给你工作 现在你毕了业三年 你搞不好都找不到工作 是不是 但是靠技术的你只有三五千吗 就不是这个数了 听到老师最近在调查中国一些就业环境的时候 就发现征召农民工给你五千块以上的薪资 你还不一定找得到人的去做 但是三四千块的大学生还真的是一狗票 对不对 这个是蛮有趣的发展 所以说历史是不断重复的一个舞台 台湾比中国早发展30年 但是也比中国早衰落30年 如果中国没有借进台湾了 改善教育跟工作环境 那么现在的强大 有没有可能是昙花一现 台湾过去也靠了基础建设这么样的强大 但是现在是不是 而回到主题 台湾目前的半导体产业 几乎是撑起台湾经济的重要指标 无论过去的陈水扁时代或是马英九时代 都还有两岸的民间往来 也就是来台湾的旅游 所以台湾的经济 你就算去掉半导体这些高收入分子 我们一般的百姓还是可以透过这些观光旅游 我们的运输业 我们的餐饮业 我们的五金百货 我们的一些吃喝拉沙 旅馆业 都是兴旺发达 人有钱就扩了 脾气就大了 就有学生开始说 这些旅游景点都是中国人吵死了 对不对 商家开始宰客 一盘水果给你卖个五百八百元台币 这应该吗 到最后没人来了 一家一家倒 你的脾气在哪里 没有脾气 只说那些不是我说的 不就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吗 所以说当时的台湾经济 还有足够的活水不断的去注入 各行各业还算是新旺发达 所以很多事情 我们都还有额外的发展空间 有钱了 我们发展空间就多了 但随着台湾的新政府的民粹教育之下 台湾跟美国一样 居然都兴起了排外的思想 但是有趣的事情是 美国排外思想 至少排的是跟你肤色不一样的人 无论是亚裔非裔还是什么裔都一样 肤色不一样 我们就先划清个界限 你是你 我是我 大家不一样 对不对 但是我们台湾排的是什么 排的是同文同种讲一样话的 是来自不同省份的人 各位要知道根据中华民国的宪法 中华民国是的领地包含了台澎金马 以及大陆沦陷区 所以说无论是福建新疆广州 都是我们的省份你知道吗 所以说那些中国的旅客来 他是我们的叛乱的一省 你知道吗 中国是我们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处的那些沦陷区 是那些我们在叛乱的省份的政府在去挟持的 你知道吗 对不对 你不要搞错了 什么台湾是你们中国叛乱的一省 反过来好不好是先有中华民国 才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以说现在大陆地区 才是我们中华民国叛乱的二十几个省 好不好 都叛乱了好不好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我们就要知道说 现在如果停止了这两岸的交流 那么你基本上你就没有这个能量可以继续维持 政治的意识 催化了两岸的经济停滞 其实不是两岸的经济停滞 而是只有我们这一岸的停滞 对方那一岸不一样 人家的跨海大桥都划到台湾来了 你知道吗 中国的会台政策 收购台湾农产品 反倒成了台湾很多农民的 还有一些地方分子的提款机 包含了这次凤梨的事件 送过去的凤梨真的都是优质品吗 其实大家心知肚明 很多送过去的根本就是刺激品 有些根本就还没有熟 慢慢等 等到是熟 而且他品相本来就不好的 那么中国有没有给机会 给你20多次的通知 带你去改善 改了之后你不改 然后现在停掉之后才说 这些虫的问题 可以收过熏针的方式而改善 那么之前通知你20多次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改善 对不对 就像老师要打小孩屁股的时候 小孩屁股都会跟我老师讲说什么 爸爸我下次不敢了 但是你要先不做先威胁他 你真的要改善才有用 你不改你下次就挨打了 一样的意思 但是今年我们透过了消费 国内的消费 来去把一些凤梨买起来 对不对 我们到我们手上有比较便宜吗 也没有 对不对 这几十万吨你卖出来难道一克就几块钱吗 也没有 对 我还是几十上百元的去买 对不对 也没有比较便宜 那么明年后年几百公顷的凤梨田要怎么办 那只能把它刨掉 你只能种其他农产品 农产品种出来 台湾的农业工艺 农业的科技非常棒 台湾的农业真的是非常厉害 老师有个学长做农业专家 他不只台湾种的好 他还跑去了非洲教人家种 最后断交了 他只好现在被延揽 回到台湾之后没人用 他就被延揽到了中国 继续改良他的稻米 老师这个学长还在中国 对不对 你改了这个农业科技 你种出来之后 首先要有人吃 谁吃台湾自己人自产自销吗 有困难 你还是得卖出去 对不对 那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而这件事情 说实在那也只是内部的问题 还能够趁一段时间 做吃 你也得把山给吃空了才会有问题 在山空之前 我们还是可以尽情的挥霍 我们先祖留下来的资源 问题是在于外部 外部的环境已经没有空间 让我们慢慢来了 美国这次的大基建里面 有500亿美元 是投资给美国本地的半导体厂 其中300多余是给了英特尔 要进行半导体的自产 自销的自成能力 拜登所说的半导体 主要来自于逻辑晶片 也就是制造英特尔 他们这种CPU的晶片 而不是一般的晶片 要能够让这些晶片 在美国能够自己生产 在国会报告里面就提到 美国要提升晶片自产的原因 是要避免在中国附近 东亚这些国家的 东亚这些地区还没讲国家 东亚地区这些晶片供应 来影响到美国的国安 影响到美国国安 大帽子扣下来了 这指的是谁 当然不会指中芯国际 能生产出来不就那一点点东西吗 他指的就是台湾的台积电 我们的护国群山群 还有韩国 但是韩国本身他做的是记忆晶片 比如说他们的RAM记忆体 台湾的台线主要做的是CPU 逻辑晶片这一些不一样的 他是个头脑不一样的 那么台积电他带了在全世界晶片多少 带了55% 他是笑傲江湖的 那么有追老师节目够久的朋友就知道 老师前两年就已经说过了 台湾现在唯一的重要性 无论对美国是对中国 最重要的就是让台湾的高科技产业 谁拿下了台湾 谁就有晶片的主导权 这已经不只是晶片价格的问题了 而是在于制程 韩国都无法超越台湾的重要的关键 三星他们都已经声明 他赢不了台湾 那么现在只要中国拿下了台湾 美国就会在三年之内 无法对中国的晶片造成太大的限制 中国半导体的发展也可以因此获得迅速的飞升 当时大家觉得不可能 晶片一定在台湾去制造 没有人可以抢走 那么现在美国就要去做这件事情是什么 他要就让台湾的晶片 能够所有能够台湾生产的 全部要在美国生产 不是到你台湾人生产 对不起 连生产人都必须要是美国人 这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台湾制造高GDP 对不起 美国也可以制造 我为什么要给你台湾 这就是很严重的事情 所以说他更重要是美国晶片的独立性 这独立性如果他都保有了 对他们的国家安全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事情 那么这晶片既然是美国设计的 但是为什么只有台湾人能够做出来 现在局面就是因为自成的问题 美国现在还自成不上 所以是说现在美国的大基建 这个关于自成的部分就摆在第一位 半导体的自制能力 他也会不断的加速 只要美国政府的补助 基本上不会拖太久就可以得到长足的技步 很多人认为半导体产业不是用钱堆出来的 美国也是一样 这其实不是这样讲 因为他需要这个东西不能用钱堆出来 原因是因为他需要很多的理工专家 数学、物理、化学 各种光科技的做精英 还有经验才能制造出来的 这一部分中国很欠缺 比较缺不能说很欠缺 他是比较缺 但是美国不缺 因为他的设计出来本身就在美国 你设计者在美国 你软体也是在美国 我们今天相信之下 美国如果要做这件事情 中国也要做这件事情 中国可能花到7到10年才能追上 但是美国他大概只需要2到4年之间 2到4年的时间就可以追上台积电了 为什么? 因为还是在于他们所有资源都在他们手上 他也不怕你艾斯莫尔关科技不卖 对不对 白色联盟你怎么可能不卖呢 所以说基本上美国是天时地利 人和都有 中国缺的是人才 软体也没有 对不对 制造能力也弱 这个部分就会比较慢一点 但是中国还有没有优势? 还是有优势 就什么呢? 人够多 什么人呢? 优秀的人才 他现在不足的人才 很多都从欧美地区逐渐回流到了中国 为什么? 因为这些状况都是因为特朗普的德政 让种族仇恨开始起来了 原本这些人在美国定居了十几二十年 甚至30年 但是现在为什么要回中国? 人身安全 老的老小的小 家庭安全 人身安全受到影响 怎么办? 你特朗普或是拜登说没问题 你放心住 但是问题是路上的人拿着枪就给你打下去了 不是看你你妈走在路上 拜托按在地上摩擦 你怎么办? 对不对? 把你按在地上摩擦 警察就把按在地上摩擦的凶手带走了 然后受伤了在原地 这就是现实 所以他必须就回到了一个中国 所以我们要看到一件事情 在战国时期 秦国也有这样想法 好好建築客书 但是很可惜的事情 美国现在有没有一个理事来建築客书 这很难 回到主题 我们台积电之所以的兴起 主要也是透过美国的扶持 尤其是英特尔的加码来知道他们的流程 让台积电生产 降低他们的成本 但是现在他们要收回去 所以说原材有没有可能回到他那边去 一定有可能 当美国如果在这个自身上面 基建过后 基建的时候 这个可以在地方政府以外的地方 就可以开始先进行的事情 有钱就可以办事的事情 他如果只要有初步的进展 那么很确定的事情 台湾就会成为下一个委内瑞拉 有看到老师委内瑞拉专题的人都知道 当时美国可是把石油跟高价 去跟委内瑞拉买 当他们自己有的时候全部撤回 你台湾你没有设计的能力 你也软体是别人的版权 今天他要撤回去的时候 你拿他什么东西 而现在台美关系好像已经开始往进步了 对不对 中国的大使还可以混在帛琉的访团里面 一起来台湾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很多状况是中国 你想拿台湾 我们来谈一谈 很明白的讯号 我给你签个海防的备忘录 代表说我对你很好 你们不要乱动 因为我还没有跟中国谈好 谈好了 对不起 你就没有需要了 在这样状况之下 台湾的经济还能撑多久 在几年之后 只要美国一发生 他的晶片已经可以初步在美国生产的时候 台湾单全部被抽走都不奇怪 因为你只要抽走美国的订单 就足够让你的股价一泄千里 台积电能够保多少荣景 老师不知道 但是整体台湾的荣景是比较难的问题 有没有办法解决台湾的难题 说坦白的有 但是大家不喜欢听 台湾同胞一定不喜欢听 第一个武统赶快进行 对不对 当然你这个经济延续下去 你不会删空 对不对 第二个就是什么 两岸的旅游解禁 对方愿意放人过来旅游 那么这样子经济也才能够回流 无论哪一个 其实台湾你只要脱离了中国的经济 基本上你就是没有办法发展 基本上是没有救的状况 你不要管南向北向都是没有用 为什么 因为台湾能够利用的价值就这么多 没有更多的 你除了战略要点之外 你没有其他优势的 好吗 我们今天这个时间要点超过5分钟 我们看一下台湾 其实还没有讲完 战略